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玛,我现在已经离开上海了,在酒店隔离 那之后我可能会拍一个Vlog和大家好好聊聊我这段时间的经历 真的是终身难忘 那今天就先不说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阴阳师的最新情报 就是我们已经传了很久的第四大阴阳师家族现在确认了 是平氏 那这个我早就奶过了,对不对 我在不久前还有个视频里说过 我觉得第四大家族应该是一个 在名声上可以和原氏、藤原氏、齿名的好组才对 那如果你对日本历史稍有了解的话 你应该知道日本古代有四大豪族 原、平、藤、橘、原氏、平氏、藤原氏、橘氏 阴阳师里没有出现的 也只有平氏和橘氏这两个选项而已 那现在剧情中确认了 原来光亲口说第四大家族的家文是一个蝴蝶面具 那这样就可以百分百确认第四大家族是平氏 其实有关平氏的痕迹在游戏里早就出现过了 游戏的战斗画面 有一些地板上的图案是有出现过这个蝴蝶面具的 那平时有很多人 阴阳师具体会出哪一位呢 这个目前是没有办法确认的 我看到B站网友沙漠明珠阿加莎说是平为貌 那他的观点和我完全一样 我也觉得是平为貌 平为貌是谁呢 这个我之后再说 我先给大家捋一下我大概的一个逻辑 要在平安时代姓平的当中找出比较有名的人 我能想到的是两个 一个是平将门 一个是平清胜 但这两个角色在目前的游戏中都不适合登场 首先阴阳师虽然是一个架空的时空背景 但他里面出现了些有历史原型的人物 比如说秦明博雅 原来光 田园道刚 虽然在现实中他们不见得真有什么交织 他们可能连微信好友都不是 但至少他们确实是活在同一个时代的 而在那个时间点 平家门已经死了 平清胜还没有出生 所以时间上不符合 那也许会说 手游可能并不会那么较真的去考证那些时间点 有一些bug也无所谓 即便如此 我觉得阴阳师目前也是不适合出现这些角色的 首先 平将门在传说中的原型就是龙夜叉枝他爹 那阴阳师里是有龙夜叉枝这个角色的 将来SP龙夜叉枝的话 大有可能用到这个角色 而且这个角色非常有名 是日本四大怨鸣之一 史诗之大boss 完全可以做成像海国片 高天元片那样的年度大剧情使用 而且你看 现在的高天元片 基本上已经大杂烩了 该来的人都来了 但是龙夜叉枝完全没有提值 可见官方目前并不想用这个元素 这个要留着将来再用 而平清盛就更明显了 平清盛是原来朝原意经的宿敌 这两个人要在将来的代号世界里用的 虽然代号世界目前好像出了两个问题 好像貌似是难产了 但是这个制化肯定是存在的 所以不可能现在银齿某粮 先把将来要用的元素都用掉 所以说平视中最有名的这些元素 目前阴阳师都用不了 不是说他们不会用 而是说我觉得这些元素其实在整个 阴阳师宇宙中都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坑位 将来或许会填上 目前不能用 那么把这两个顶流的去掉 在二线人物中找 最好还是和 秦明元来光他们活在同一个时代的 那最合适的一个选项 就是平微貌了 但是这里我的 逻辑有一个小小的bug 就是我的考虑是 阴阳师会从最有名的人中找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比如说游戏中 元素的代表人物是元爱光 那这个没错 确实是最有名的 但是藤元素的代表人物是藤元道刚 这是一个反向操作 当时实际的历史节点是 藤元素全清朝野 藤元道刚他爹 藤元坚家和他弟弟藤元道长 都是非常有名的风云人物 我们可以上百度百科看一下 这时候他们家的家谱 可以发现他们家大部分人 都是有超链接的 说明点击只是有 专属于自己的一个专业 都是青史流民的风云人物 甚至说大部分女性 都会有自己的专业 但是藤元道刚没有 藤元道刚是没有超链接的 你们发现了没有 说明藤元道刚其实是 他们家几个儿子中混得最差的 最low的 最默默无闻的 但偏偏硬阳师挑他 当藤元师的代表人物 所以如果说 硬阳师对于平时的选择逻辑 是像藤元道刚那样的 可能我听都没有听说过 但如果是像袁赖光那样 挑家族中最有名的 那么我觉得 平为貌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平为貌上有两个点 我觉得或许可以和 现在的阴阳师剧情产生关联 首先他是由伯父 平真胜收养的 平真胜是谁呢 平真胜就是当年 杀掉平将门的人 而平真胜的爹 苹果香又是被平将门杀掉的 所以他们家和平将门之乱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如果阴阳师将来 真的打算出SP农业叉枝 涉及到日本四大怨灵片的话 那么这段剧情会和 这个第四大阴阳师家族 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你想阴阳师好不容易 推出一个家族 难道只在八十大蛇片中 用一次吗 他之后不用了吗 将来可以用 那是不是说这个角色 出的价值会更加之大呢 还有一点就是 平为貌比较著名的 一个世纪是红叶兽 他讨伐的鬼女红叶 当然实际上不一定是女鬼 那实际上可能是一伙女贼 甚至是女装大佬都有可能 平安时代的特点就是 为了给那些武将歌功颂德 会把一些非常普通的功制 包装成鬼神 其实什么 原来光讨伐九层童子 基本上也是这么一回事 甚至说你射个怪鸟 打个野兽 都会被说成是一个 讨伐妖怪的传奇 这个我之前也说过很多次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好巧不巧 鬼女红叶这个角色 阴阳师里也有 更巧的是 他竟然在高天元片的剧情中出现了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在剧情对话中看到 是有他专门的登场的 那你要知道 高天元片人物已经塞的勾满了 其实已经人多的 已经放不下了 有必要让鬼女红叶登场了 你觉得有必要吗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那么这时候让他登场 肯定是有用处吧 不然的话不可能说 只是为了凑人数凑一个鬼女红叶 那你为什么不凑青枝呢 对吗 你为什么不凑鱼之虫呢 偏偏凑鬼女红叶 那我觉得 他登场是不是意味着 他将来会遇到平为貌 这样的话可以引出第四大 阴阳师家族的后人登场 我觉得这里可能存在的一条引线 所以冲着 他和平将门之乱有关 可以为将来的 SP龙叶叶剧情服务 以及他跟鬼女红叶有关 而鬼女红叶又在高天元片中登场了 这两点信息来看 我觉得 第四大阴阳师家族 现在的传人是平为貌的概率非常之大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会在 不久的将来就登场 另外还有点我在上个视频中说过 可能并不是那么靠谱的逻辑 是我觉得 四大家族应该可以分别对应 四神兽 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 因为他说到当年 封印八十大蛇之后 这里就变成了平安金 那平安金的建立 就是至于四项结界 而根据四人的配色 你看秦明就是青龙 原来光就是白虎 藤原道刚是玄武 那么剩下的那个平为貌 我觉得他应该对应的是朱雀 而又考虑到他和鬼女红叶有关 他们可能会在红叶林中有一场邂逅 有一场战斗 那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 穿一时红衣的大帅逼 他的整体的配色可能是红色的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脑补 这个并不可靠 但至少第四大阴阳师家族是平式 这一点现在是基本上可以确认的 然后是平为貌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概率 大于50% 然后还有点个人的猜测 可能28%我觉得他是一个穿红衣服的人 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的观点 今天因为在隔离状态 所以准备的比较疗惨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好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